鞋庫持續拉緊報 告訴新商業會結合民間團體 應援舉辦公益捐血活動 更拿出超豐富的物資 一共3600份 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民眾响應 目標要達到6000代的熱血 今年的目標 我們希望達到6600代 當然商會也是一個平台 然後也是一個公益的團體 那我希望可以帶動 我們所有的公會 一起來做公益的捐血 我們剛好是食品流通同一公會 當然我們的什麼東西最多 我們就是食品最多 因為我們都自己做或是進口 所以我們會捐獻很多的物資 包括我們現在有準備了3600份 每一份裡面可以看得到 就是非常的豐盛 儘管有不少的單位 響應捐血活動 但是仍然連續兩個多月 南部地區的血液庫存亮紅燈 庫存的備用量不到10天 原本預計疫情之後可以稍微緩解 沒想到缺血偏逢連夜雨 連續多日的豪大雨 不但造成災情 更交集了民眾捐血的熱情 每下雨一天就減少了兩成的捐血量 台灣的水庫滿了 但是我們的血庫就是受到影響 因為就是一直下雨 從之前的兩天颱風假 到後來到這個禮拜六 其實都一直在下大雨 那下大雨其實會影響捐血人的意願 因為他比較不願意出來 因為出來不方便 所以等於說這一陣子的捐血量 大概只有我們過去的一半左右 除了大雨來攪局之外 少子化更是目前血荒的重要原因 17歲以上65歲以下的捐血人口逐年減少 65歲以上的用血人口又不斷的增加 也導致現在不時就會出現缺血的難題 年紀大的人越來越多 那因為有些疾病需要輸血 所以也就是說那邊用血量會比較多 那年輕族群的部分因為出生率的降低 所以年輕人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當然他們的捐血量 總量來講就會比較低 所以等於說這個是一個大環境的影響 捐血一代救了一命 不應該只是口號 不過要養成定時捐血的習慣 光靠禮品恐怕還是不夠 目前只能透過教育和主動出擊 希望能夠喚起民眾踴躍捐血 以緩解全台將來可能不定時 就會出現的缺血荒 記者蘇煥君 曾光沛 高雄報導